4月23日,香港企德体育园举行动土仪式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 中国香港体育协会及奥林匹克委员会会长霍振廷等 出席并主理动土仪式 林郑月娥在致辞中表示 企德体育园是政府近数十年来 甚至有史以来在体育基建方面最重要的投资 落成后将成为香港的新地标 企德体育园是政府近数十年来 甚至可以说是有史以来在体育基建方面的最重要投资 建成之后将是全港最大的体育设施 提供现代化和多用途的体育和休戏场地 对于推动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和盛事化都有重大的作用 企德体育园也都会成为香港的新地标 据了解目前香港举办大型体育活动 主要依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建的香港大球场 香港体育馆和伊丽莎博体育馆 林郑月娥表示 这些场所已不能满足大型赛事的要求 相信企德体育园落成后 将有助香港争取主办更多大型国际赛事 巩固中国香港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地位 企德体育园坐落于企德旧机场北面停车坪 占地约二十大公顷 由可容纳五万名观众的主场馆 可容纳一万名观众的室内体育馆 及公众运动场和休息空间四部分组成 建成后的体育园将集体育设施 零售餐饮、健康设施和休息空间于一体 既满足于各类国际体育赛事的举办 又可为香港民众提供更多的运动场地 在外形设计方面 企德体育园亦别具特色 主场馆以东方之珠为设计概念 外形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内置开合式上盖和灵活草坪系统 可满足不同体育赛事需要 座大的玻璃木墙 亦可让观众在欣赏体育赛事的同时 领略维港风景 据了解 企德发展计划于2007年 被正式列为香港十大基建之一 经过三轮历史两载的公众参与活动后 政府制定了企德发展蓝图 经过长达十年的努力 企德体育园于2019年正式动工 并预计于2023年落成 若工程有盐物 负责设计新建及运营的 企德体育园有限公司 要缴付每天430万港元 违约赔偿金 体育场 发展